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去中国在所有国际组织当中发展中国家地位 并且指示布林肯要确保中国不会因为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 而在该组织内获得优惠待遇或援助 该法案在3月27号以415票对0票一致获得通过 与此同时 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短片分享人用程式TikTok的行政总裁周寿兹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遭到了50多位两党议员长达5小时的围攻 议员们就质疑TikTok和中国政府过从甚密 违法的采集数据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 而在更早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说 美国已经针对在美国科技和学术机构 从事研究和工作的一些华人科学家广泛的进行了调查 那这些行动已经导致近年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华人科学家反过了中国 其实所有这些讯息已经折射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个诡调紧张和复杂 那沈先生你怎么来看 怎么去分析和评论 所有这些现象或者新闻呢 总结起来就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作为一个世纪霸权的美国啊 现在是越来越不自信了 那这种不自信的程度呢 有的时候表现它举止上面已经到了歇斯底里 甚至于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有点不顾自己的形象 不顾自己的颜面的地步了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啊 那我很好奇 您怎么来看这个美国这种反常的 前所未有的 甚至有点可笑的一种行为 是想从美国来讲 我相信它心里没底下的 我越来越占不到中国便宜了 而且在很多领域 我跟中国竞争 中国的竞争力现在是越来越强了 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倒过来认为说 你中国占了我的便宜了 应该就这么去理解吧 你的话说 举个例子 他对中国科增关税 额外的关税 目的就在希望能够缩减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 是吧 没想到没缩减反而越来越大嘛 是吧 所以他就开始怀疑了 那你一定是占了你那个什么 发展中国家地位那个便宜了嘛 所以我要把你取消嘛 再一个 中国现在很多科技产业进步的越来越快 美国压力也越来越大 他就开始怀疑了 你一定在窃取我的科技了 所以开始大面积的去调查 在美国地区里面的这个华人或华裔的这个科技科技专家 那这让人家感到这个进攻之了 惶惶不可终日 就美国这种怀疑或者是逻辑 按理说是没有道理或者说是讲不通的 是不是关键核心还是在竞争力这个问题上 呃 这点没错的 那这个竞争力呢 现在肯定一点 它的贸易竞争力现在是比中国是差得很远了 连科技竞争力 它跟中国在竞争 我觉得美国也越来越有点吃力了 那么现在连文化竞争力也开始面临到同样的形势了 就是说贸易和科技两国的一些竞争领域的一些行为 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您认为说目前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了 我们刚讲前面提到TikTok就是一个例子嘛 是吧 这个最近这个他这个中医院就开始打发这个TikTok TikTok什么东西 我给你一些基本资料 这个字节调动之下的抖音的美国版的TikTok 现在美国的活跃的用户是1.5个亿 就美国总共才3点多个亿 就占了45% 就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是他的活跃用户 那尤其青少年 青少年13岁到17岁中有67%是经常在这个使用这个TikTok 而且这个分分钟都离不开的 就占了这个67%的16% 这么多的美国人口 尤其那么多的青少年 那么的喜爱 那么的不可或缺 按照美国的民主社会 你应该很重视 对不对 但是美国的众议员 美国的社会大众就开始批判打发 执疑 这不就是开始不知心的吗 对不对 所以是跟文化是有关系的 对的 所以这美国呢 其实它是一个文化霸权 这我们这个中国在批判它的时候 那个习闻里面就知道它第五个叫文化霸权嘛 所以美国最清楚 这个文化的力量 那过去的传统的时候 通过好莱坞店 好莱坞影片 迪士尼连这种美国式的文化 像全世界给我输出它的意识形态 它的美国价值 你们就慢慢接受我的观念 那么到了新媒体时代呢 那更多了 Facebook IG 或者YouTube 那更多了 它完完全全知道这种社交媒体的厉害 是有利于它输出各种所谓的美国价值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 而且里面还可以掌握大数据了 对不对 所以它当然就很容易联想到 你也是这么搞的嘛 是不是 所以它就 它就开始产生反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TikTok 是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代表了在中美文化战中 中国开始反击的第一枪 所以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TikTok 就相当的防范 岂不是有点那个小人之心 独君子之父之感了 那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 如果说它这样草木皆兵 惶惶不可终日 下去的话也不是办法 自信心 岂不是会越来越受挫呢 对 所以它现在很多的做法行为 都有点非常可笑 而且我觉得有点可怜 那我再举几个例子 你听听 最近这个美国国安会发言人 叫科比他在回答有关中国 跟美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回答记者的时候 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面 重复了七次 美国是全世界领导者 那不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体气不足嘛 我这就想到几年以前 就奥巴马那个时候 大概十年前吧 他在台上刚上去没多久 他强调 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 你堂堂一国家总统讲这话 这不是此地无音三百两吗 那还有 那更大家记忆犹新的 就是川普上台以后 强调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是吧 您说这些我都有印象 所以说 美国的这种不自信 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您觉得 只是跟竞争力的减弱有关系吗 还是有其他因素 如果你要今天去分析中美之间 美国为什么竞争越缺弱 当然 首先最根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修理的陷阱 我们经常谈的 修理的陷阱 美国做老大 那看到老二 中国现在越追越紧 越来越紧 他压力当然就越大 是吧 但这是一般性的概念 但如果我们进步 还可以从一般性的概念 进步去展开 不同的 让美国信心丧失的 一些个别的案例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 休息地的陷阱 作为一个基本的观察角度的话 怎么去展开呢 最近我看了一篇 这个评论家张豪先生 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美国为什么 现在这样子 就是因为中国干了六点事 这六点事 把美国都干本了 他的意思就是 美国现在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中国干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见的 那我觉得还可以再补充 我认为有十件事情 而且这十件事情 基本上都发生在最近的十年 我们都知道最近十年 中国跟美国的 我常讲运势 对不对 这个运势出现了一个翻转 就是中国运势在往上走 美国运势在往下走 那么之所以如此 我认为恰恰跟这十年 中美的交锋 这个十个回合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您的意思是过去十年 这个中美当中十个回合 中国都是占了上风 基本上都可以这么说 但至少也没有完全 被美国压下去的感觉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美国现在面对到中国的时候 除了刚才讲 去底的陷阱 中国老二追他老大 追得越快 越赶在牙里之外 又跟下面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这十个很重要的 回合的交锋有关系 很好奇到底 这十个回合的交锋 是什么 我们先一个人来 先说第一个吧 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就是一带一路 我们知道就在十年前 2013年 习近平刚上台没多久以后 就先后提出了 一带跟一路的概念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好像比较抽象 是吧 而且好像还有点 政治上的宣传的味道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一带一路 相配套的亚投行 2015年成立的时候 很多国家就纷纷踊跃的加入 到现在为止 作为成员国的 跟国际组织作为成员的 一共已经有105个了 你看这个多少 从了美国 美国到现在为止 还是抗拒 那事实的确是这样 不仅如此 我还讲 那么因为配合一带一路 最后呢 有后来这个高铁 这个中欧班列出来了 这个中欧班列呢 这个从中国各大城市出发 到欧洲 24个国家 200多个城市 一年就去年 已经超过了1万列 这个形势 就让最早提出世界导 我们节目里面 提到那个麦静德 在1902提到 一个非常抽象的 虚空的概念 变得很实在了 它就网络全部连在一起了 把亚欧非洲 全部连在一起了 这世界导 变成一个很大的 一个现实的 一个真景了 那过去十年的发展 的确是 按照这个势头来的 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看 我要是美国战略家 我看着都会怕 一般老百姓看不懂 我要是美国战略家 为什么呢 因为麦静德以前 他就讲过 未来人类 如果这种网络 通起来的话 那么亚欧非 这个世界导 将会是全世界发展 最重要的中心 你可以看到吗 现在看 东边是中国 南边印度 然后中东 然后欧洲 最重要都在这 你美国反而是孤立 在世界导之外了 而且这个地缘的 翻转形式 一旦出现以后 不可能逆转 在可遇见了几百年 都不可能逆转 同样这个地缘在那 不可逆转 形式对美国不利的 还有我接下来 谈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南海造岛 南海造岛 我记得好像 之前的时候 美国曾经多次 对中国在南海造岛的事情 表示关注 甚至提出过警告 但后来 这些警告都没有用 因为它和一带一路一样 都是中国实力的一个展现 你讲得非常对 就南海造岛 刚开始就差不多2013年 习近平上去以后 没多久开始 大概四年的时间 中国用这个独特的 独有的 叫做崔田造岛 其实呢 我认为崔田造岛 最近还加一个字 叫叫叫叫 叫它是先把那个 花岗也 是绞碎 绞碎以后 稀 搅稀 稀完以后再吹 一吹就是6公里到15公里 一个天津号 一个天空号 就造出 一口气造了7个岛出来 这是 人类从来没干过事 这7个岛里面 有3个岛 都有个3000公尺的跑道 那就相当于中国 在短短时间里面 就在南沙巡场造了 三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那就等于是 这个地方原本 你看记得在这个之前 美国在那边横行八道的 强调自由航行 我爱怎么来就怎么来 我要到门口就到门口 现在以后就不太敢了 因为中国基本上掌握了 自空权跟自海权了 所谓的九段虚线 基本上变成九段实现的概念了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 冲击也是挺大挺大的 所以说眼睁睁地看着 一带一路 看着南海 四澳岛逐步的实现 而且是逐渐强化 那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 当然他心中的压力之重 是不言而喻的 刚声音声谈到说 中美有10个回合的交锋 刚刚谈了8个 另外 刚刚谈了两个 另外8个是什么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齐平天下 中美交锋十年 有十大回合 上一节那沈先生 为我们分析了 在一带一路和南海 吹天造岛这两个回合当中 都让美国是无可奈何 深感挫败 那接下来还有8个回合 沈先生 第三个回合是什么呢 又跟南海有关 真巧 我跟你讲 这个事又发生在 南海造岛那个同一期间 南海造岛刚讲 213到2017 这个事发生在2016 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 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 那个时候菲律宾 为了什么海洋权益 就在这个什么 国际海洋法庭 提了一个 希望来一个仲裁案 就希望维护大家这个利益 可是那个时候 中国是不理的嘛 对不对 对 我记得中方是 不参与这个仲裁 也不接受这个仲裁 结果认为是废纸一张 菲律宾也无可奈何 但这事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明显关系 提这个仲裁案 背后就是美国怂恿的 菲律宾根本本没有这个想法 也没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胆量去提 美国怂恿嘛 好 为了这个仲裁案 那个时候2016年7月 要宣布仲裁结果了 那美国为了 要给菲律宾打打气 就派两个航空母舰群 就到这个菲律宾附近来 那中国这次也不甘示弱了 中国据了解 派了三个舰队 北海 东海 南海 超过一百哨 一百哨 然后军委底下 四个部门联合起来 四位上将联合指挥 那这个阵仗空前没有的 所以双方当时那个 对峙这个剑拔如张 随时可以这个擦枪走火了 索性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没有擦枪走火 那这个事情也就 如是感染而止了 就停下来了 这个事情其实和前两个 是不太一样 一般人不太了解 那为什么说双方的对峙 后来就停止了呢 这个事儿呢 到目前为止 双方都对这个细节 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但这个事儿肯定是有 我个人这个做推测 美国当时那个凶巴巴的过来 但最后摸摸鼻手了 这中间一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我的推理 就是中国真是第一次 摆出个态势 你不要以为我讲的反介入 是嘴巴上讲的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我有这个能力 就让美国真正 从军演中了解到 我会面对到这个最大的 中国大陆 针对航母的反介入的 强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 第三个交锋之后 我们再谈第四个交锋 交的是什么锋 第四个就是一般人 大家比较熟知的贸易战 跟科技战 那美国特朗普上去以后 也是信心满满的 因为这两个战 我也绝对打赢了 对你科振关税 结果搞了半天 没有用 科技战打得现在也很吃力 尤其是科振关税 更好笑了 科振关税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缩减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利差 结果现在这个贸易利差 这几年反而越来越大 不断越来越大 而且美国自己办事 都砸自己脚 通货膨胀 也跟这有关了 所以美国现在通货膨胀 很厉害 是吧 那说美国财长叶伦 美国商务部长 都排队 就希望能够 跟中国来谈一谈 中国现在还是 给他们吃个闭门根 不理 就说美国本来是 胜权在握的 结果可能是不如走愿 所以说在这个领域 也未必是能赢的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胜权在握 自认为应该赢 劝油没赢 那下面一个 我讲一个例子了 就跟2019年那个时候 我们都亲眼目睹了 那对香港当时的 各种这个生活 或者是商业活动 造成很大的影响 摆明了这种事情 背后一定有外国实力介入 所以北京也心里很清楚 在你闹乱的时候 我就人眼旁观 甚至我引蛇出动 等到我整个情况 都一了解清楚以后 然后断然出手 国安法一出来 该抓就抓 该怎么样 那这美国 美国本来以为可以搞 那个是佩洛西还讲 这个什么最美丽的风景线 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是吧 然后最后呢 美国还不是 信心然而走 这个美国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总领事馆 在香港 几千人了 不得不缩编 没有用了吧 是吧 还把一部分房产给卖掉 你说美国是不是有措质感 所以说无论是科技战 贸易战 香港牌 或者说新疆牌 美国都是想 力所能汲取 打压中方 并且认为自己是能赢的 但最后都没有赢 对吧 那说说对美国来讲 这个对中国来讲 这气压太过沉 气人太甚 一个一个一个 冷感觉受不了了 终于中国要反击了 这个中国反击 就是在外交上 终于中国出手了 这个最著名就是 2021年3月18号 这个中国那个时候的 外事办主任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 当着美国 这个布林肯的面 国务卿支持美国 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你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 说从实力地位出发 跟中国对话 中国不吃这套 美国建国以来 从来没碰过这种外交场面 接下来几个月 在7月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谢峰在天津 跟美国的副国务卿 当面递交给两份清单 一份叫做纠错清单 就告诉美国 你把这些给我改过来 一份叫做关注清单 这是我关心的 你要特别注意 另外花三条底线 一样的 美国建国以来 从来没碰到过 这一种外交上的东西 从来没有 想都不敢想 那么没想到 这两个还只是铺垫而已 真正出手 是在今年的2月 中国正式高举反霸打起 向全世界宣布了一篇 重要的一篇文章 美国的霸权霸到霸凌 极其危害 等于当面告诉你 你这个霸权 不能够再过分下去了 这就是对美国来讲 在外交战场 我觉得一大冲击 所以说美国这种不自信 是来自于方方面面 它既有地缘战略 也有经贸 也有外交等等了 对 方方面面 讲得很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 下面一个 我觉得还是最核心的 两国之间比的 最重要是比这个东西 就军事力量 那么在过去十年里面 中国在军备武器方面的 一个进步 就是航家都很清楚 军迷也很清楚 但一般人可能比较疏忽 比方像 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实验成功 像这个055大驱 这个歼20第五代战斗机 预警机 航母的电子弹射 这些基本上都赶过 甚至已经超过美国 美国心里面完全明白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军事专家很清楚 底气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 就是军事科技 或者说武器来说 一般人未必会注意到 也未必会懂 但是美国的战略专家 和军事专家 是一定会懂的 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之间 差距在缩小 甚至说可能会被中国反超 当然美国一定会看得不舒服 但美国好像无可奈何 对吗 对 这无可奈何 这是个非常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你还可以反击 反击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有些是你根本使不上劲 军事科技的发展 你现在根本使不上劲 对不对 你贸易的话还可以打打中国 科技还可以打打中国 再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也是一个美之 也是无可奈何 眼睁睁地看着中国 就能不能那么回事 对你来讲威胁就越来越大 是什么例子呢 社会动员力 这就讲 过去两三年 不是新冠疫情 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麻烦 那么中国也不例外 是吧 那么中国防疫工作呢 有值得 确实也有值得 确实要值得检讨地方 这个我们得承认 有些地方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成功 也是事实 但我们今天重点不讲这个 而重点在防疫工作中 所展现出来的 中国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这种强大到什么地方呢 强大从中央到地方 到边疆 然后到乡镇 那这种动员能力 任何一个中国的对手 把中国当作是对手 甚至把中国当作是潜在敌人的 比如说某个国家 看着心里面都会震撼 除了是无可奈何之外 甚至是有强烈的震撼感了 对 那么这种震撼呢 除了这个社会动员力 我们现在再讲一个例子 那就我们今天讲第九个交锋了 就最近才发生的事 什么事 那就是突如其来的 全世界都没有任何的事先知道 也就是无预警的 中国把萨沙拉伯和伊朗 两国的代表 邀请到北京进行对话 对话了五天 对话这个过程 一般人也搞不清楚 突然间就宣布了 在中国的触合之下 三方面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 然后作为事实头的 萨沙拉伯跟伊朗 那中间事实的关系 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也很清楚 居然能够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和解了 愿意复交了 互设大使馆 互派大使了 这个难度 我相信 这个一般人 大家听了也都明白 这个事实头 这种外交的挑战的难度 不是五星级 是六星级的 任何人做不到 在做成这件事情之前 也没有想过 有哪个国家 能够把这些事情干成 而且更重要的是 整个过程 全世界事先都不知道 连美国自认为 是在全世界所有的讯息 包括它的间谍战 密布的 它都蒙在 事先的孤立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 震撼很大 也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了中国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跟中国的一定的程度的 形象跟威望 早已超过一般人的 想象跟估计了 那美国怎么能够不震撼呢 您这样一路分析下来 就让我们明白 那个过去一直是 居高临下 盛其临人的美国 为什么会变得像今天这样 如此的不自信了 嗯 没错 但是讲到这里 还没完 还接下去 还继续在讲 还有最后一个 还没有完的意思是说 美国的自信心 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受挫 那又是什么呢 精彩内容立刻进入到 评说新语 好 我们进入到 评说新语 谁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华盛顿模式 VS中国是现代化 华盛顿模式 简单说就是美国模式 中国是现代化 简单说就是中国模式 就两个模式的PK 那我们都知道 过去很多人 都有一个印象 或者一个价值判断 认为华盛顿模式 相当不错 我也同意 在上个世纪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美国为什么能够策划全球 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于它的模式 确实是不错 凭良心讲 那么美国社 你要讲经济 就是市场竞争 对不对 社会 也就是大社会的概念 政治方面 三权分立 两党轮替 谁干不好 谁下台 然后全民普选 直接选举等等 有它的优点 确实没错 而且它的优点 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在冷战的时候 把它对手 苏联给拖垮了 那么这个当然就一定程度上 证明它的模式是正确或好的 当时哈佛大学 福山教授 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叫历史的终结 说人类在追求 什么模式最好了 这条路呢 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 不要再去花时间了 这个模式已经摆在这里了 我们这个模式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放诸四海而皆准 你们跟着学 你们学不来 我来教你们 就当时美国很自负嘛 那么美国很自负的时候 它瞧不起所有的模式 特别瞧不起所谓的计划经济 中央集权这种模式了 当然它瞧不起中国的模式 但认为中国模式是没有前途的 你应该跟我好好学的 现在情况真是吊诡 被他自认为很有信心 表现得非常好的 华人模式现在问题百出 你比方说社会矛盾 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到处满街子无业的游民 那个枪支问题解决不了 毒品问题解决不了 种族矛盾纠纷的问题 也解决不了 那国会变成一个利益的交换所 金权政治也是横行 你说这个模式现在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吗 已经看不到了 更要命的是对美国来讲 被他批评贬义的中国模式 完全不像他过去的贬义了 中国模式好像表现到很有活力 经济增长 现在全世界已经第二了 对不对 GDP 社会 贫富差距 扶贫 这个在人类力上都很少做到的 基本建设 各方面表情都很好 不是说很完美 没有 我们也承认很完美 但是远远比大家所想象的更好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信心很大的打击 自己认为非常好的 没有那么好 被他看得很差劲的 表现得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甚至有很多地方还超过他 你说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会有多大底气呢 那么美国那个模式 曾经一度让大家认为是一个美国梦 值得去追求的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去追求吗 对不对 那先生您说这个过去曾经让美国为之骄傲 而且呢说是让美国为之霸权的这个美国模式 如果像现在这样的问题重生 那么在这基础上的美国梦还能实现吗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模式里面过去有一种说法 我基本同意的 就是他美国模式好在哪里 他能自我矫正错误 但现在看起来这条也未必是 要不然的话 他能够自我矫正错误 刚才我们讲的问题已经很久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他怎么自我矫正法呢 所以我认为他不能够自我矫正 那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模式是一个百分之百 高纯度的资本主义 那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去展开 如果他没办法自我矫正 那么好 那美国梦不但有可能会破碎 而且最坏的情况 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美国噩梦 都有可能 视频大家在今希望你喜欢 大家下周同意的再会 再会 再会 再见